这里是EB学 这一集的话题是股票市场如何运作 17世纪 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了数百艘船只 在全球交易黄金、磁系、香料和丝绸 但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并不便宜 为了给昂贵的航程提供资金 公司求助于市民 他们可以投资支持航程 以换取该船利润的一部分 这样做法使公司能够承担更大的航程 为自己和精明的投资者增加利润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这些股票出售给欧洲大陆的咖啡馆和航运港口 从而创造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股票市场 从那时起公司就开始从自愿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 以支持各种业务 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学校、工作甚至电视 但是现代股票市场比最初的形式要复杂的多 那么,如今的公司和投资者如何利用市场呢? 让我们想象一下 一家新的咖啡馆决定上市 首先,它将向大的投资者打广告 如果他们认为这家公司的主意好 就会首先获得投资机会 然后赞助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这使公司进入了正式的公开市场 任何公司或个人相信这家公司有前景都可以购买股票 购买股票使这些投资者成为企业的部分所有者 他们的投资有助于公司成长 随着公司越来越成功 更多的买家可能看到潜力 开始购买股票 随着对这些股票的需求增加 价格也随之上涨 新增了潜在买家的成本 提高了公司股票的价值 对公司来说 更多的人有兴趣购买 有助于为新的计划提供资金 并通过显示有多少人愿意投资于他们的想法来提高其整体市场价值 不过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公司的利润反过来开始下降也可能发生 如果投资者认为他们的股票价值会下降 就会卖掉股票 希望在公司失去更多的价值之前获利 随着股票被卖出 对股票的需求也下降 股价下跌随之公司的市值也随之下跌 这可能会让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 除非公司重新开始有盈利 这种供求关系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 比如原材料价格的波动 生产科技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转移 投资者可能会担心引导层的变动 更严重的因素可能是新的法律和贸易政策 投资者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出售有价值的股票 所有这些变数都会导致市场上的日常波动 这会让公司看起来更成功或否 而在股票市场上 看似失去价值往往会导致失去投资者 进而失去实际价值 从经济繁荣到金融危机 大家对市场的信心都有触发一切的力量 而这一难以追踪的变数 正是大多数专家提倡长期投资 而不是试图快速赚钱的原因 股市不仅仅是为富人和有权势的人而设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 日常投资者可以用许多与大型投资者 完全相同的管道购买股票 如果要知道一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 首先是学懂如何看财务表 如果想学习更多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看穿公司背后隐藏的秘密 一切从财报开始 如果你学习了有关投资的系统 就可以开始交易股票 支持你相信的企业 并追求你的财务目标